歡迎各位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一的凌晨上演了金輪英超的尾場 由紅魔鬼曼聯在主場奧脫福球場迎戰韋斯咸 這場播最終曼聯憑著上半場拉舒福特的頭錘見宮 加上下半場迪基亞的力玩狂難 令曼聯最終以1比0擊敗韋斯咸 曼聯禁場在幾個位置上作出調整 隊長的麥佳亞復出正選 搭檔利辛·杜馬天尼斯握手中盧 左右兩翼分別用上拉舒福特和伊蘭加 而斯朗拿道則正選上陣擔任正前鋒 在上半場的16分鐘 達洛特在右路上出的靈波 被拉舒福特投取攻門可惜過不了門中一關 去到38分鐘 達洛特在右路開出的架外球 基士電艾力神接應後 與班奧菲林迪斯做個配合後傳中 後處的拉舒福特衝前一頂是頂去遠處破網 曼聯領先1比0 去到下半場61分鐘 曼聯左閘路基索爾 送出全中球 斯朗拿道投取攻門可惜頂高 去到82分鐘 韋斯咸的米茶伊安東尼奧 禁區外來一個遠射 被迪基亞飛身拖出橫樑 一分鐘之後 埃朗基士為大腳打入禁區 被數碼投取攻門可惜過不了迪基亞一關 87分鐘 麥湯米尼在右路基角位斬個球入禁區 費特接應投取攻門可惜中處彈出 去到保持的階段 韋斯咸的賓拉馬在中路帶球時被對方剷了個球 後上的迪格蘭賴斯跟手來一個遠射 被迪基亞飛身撲出 結果曼聯憑著下半場迪基亞的神勇表現 最終保住這個勝果 以1比0擊敗韋斯咸 目前曼聯以12戰7勝2和3負得23分 排在英超聯賽榜第5位 輸球的韋斯咸仍以14分留守在第13位 曼聯在週中 將會在歐洲聯賽的分組賽最後一輪賽事 作客出戰王家蘇斯達 他們下一場的英超聯 將會在下一個週末 作客去到阿斯東維拉 我是阿斌 多謝各位收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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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